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 第30屆香港國際教育及職業展 由星期六起一連兩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G展覽廳舉行 有不少政府官員都有出席開幕典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在致詞時表示 展覽能夠幫助求職者裝備自己 無論你是規劃升行還是去工作的話 這裏都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 令大家掌握更多資訊 多些決定自己未來如何走 展覽分為海外及內地升學區 本地升學區和職業廣場三個展區 讓參展者可以接觸不同的資訊 有不少參展者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出路和升學的資訊 可以了解清楚更多不同的出路 例如收紛或之後的職業發展之類 我想要做護理 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學校和資訊 我都知道更多的選擇 就是這樣 亦都有攤位負責人希望招攬更多新力軍 因為接下來第三跑有不同的基建 我們都會加入不同的新的人才和新的新力軍 所以我們會今次在教育及職業博覽 招攬未來畢業的新 以及有意加入勞動市場的求職者 不少負責人都滿意參展人流 表示開場幾個小時 已經有好多學生和求職者過來了解 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